手沖咖啡 開始吧 我們一開始的動機就想學手沖咖啡 那剛好看到學校有自主目客這個計畫 那剛好有提供資源給我們 所以我們就去做發起這門課程 那我們這堂課主要有學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咖啡知識學 那再來是經歷到沖煮部分 是手沖咖啡食物操作 那這邊會學到手沖的普大變音 那最後有帶到一個是永續環境議題 那有學環境議題的話 就探討可能像是咖啡渣的再利用 或者是一些碳足機等等 那最後還會帶到一些就業面向 就是咖啡經營的經驗談 讓學生希望學生可以從這堂課 帶走一些東西 從一邊做一邊學 厲害 不一樣的第一個是 就是感受到他們的青春的活力 這樣子 然後在學習上也都很認真 把平東大學在我們高校生根裡面 各個不同的面向 我們做一個成果展 那高校生根是我們目前 教育部推動給大學 各個大學的一個整個發展的 各個特色方向 以及對於社會責任的一個提供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相當多的攤位 包括我們對於USR責任 包括原住民特色 包括新型的教育這等等 所以期待大家能夠來平東大學 來看看我們平東大學做了什麼樣的特色 我覺得平東市就是平大的市 他們也交互了溝通 所以也協助他們更加了解 認識彼此 然後都是成為他們的社會王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就是我們第一次 我們覺得還蠻開心的 就是學生的學習 真的操控我們 主要就是我們是自己製作的機台 那這些機台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自己去做設計 所創造出來的 那我們就是盡量可以去維持這個 我們希望以量取勝 就是讓大家都可以來使用這樣的3D電影機 任何的學生可以發揮他們的創意 讓他們去印出自己想用的東西 無論是他們生活中所要用的用品 或者是這個實驗上所需要用到的3D電影的物件 都可以來做使用這樣子 那我們自己的話 就是稍微去做出一些創新的東西 經常的生理音機 是有什麼感覺 既然負責。 只要是一個人生物 以及雷尾營的 multiply 一切都是三角形 也都是一個更多的 魚肉 感谢观看